深思台各位观众 坐在我旁边是傅子健医生 给了很多精神或人生大情绪问题 请教他 大家都不会陌生傅医生 有一个问题 我近日经常有很多家长 例如太太有讨论 原因是少有转入学 他说我儿子不太说话 他面试时不懂说话 他紧张 或者他不懂对答 是否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带来给傅医生 傅医生 如果这样问你 就很难统统地说完所有事情 有没有一些故事给我们听 如果有什么事带出来 我们应该如何跟小朋友认知 明白的 我发觉很多人很担心小朋友的学业 但其实他跟其他人的沟通 人际关系的发展更加重要 因为你空有知识的话 你都未必是在工作上 或在将来的人生路平坦 举个例子 最近我见过一个个案 真人真事 不过我将它有些改变 化名Josephine Josephine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 她结了一分 但其实从小到大 她都在一个温室之中的环境长大 父母家都交为富裕 变成了她各样东西都不需要担心 入到好的学校 读书也很聪明 亦都试试平坦 为什么平坦呢 因为家里不需要那么辛苦 所以在家族生意中 给了一个位置 负责一些很黑眼的工作 她经常对着电脑 对着情细 入住数据等等 但其实她是落于其中 说回Josephine 因为她不用跟人对着 对着电脑按一下 又不用跟人交通 对了 不需要跟其他人交通 她只是对着机器 其他人都知道太子女 所以相处 出出入都有一些 就住 对了 这个太子女生了标志 其实已经结了一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会辨尊来我那里呢 其实原来很特别 她结了十年了 但是突然间那个先生跟她说 我接受不了 我一定要离开 那个先生又不是说 就是包儿子又是帝哥 但只不过是说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青春 我发觉我融化不了这个人 都是投入不了这段关系感情 所以我还有我的人生 我很希望找到我的真爱 所以就跟她离婚 很自然的 一个人被人抛弃离婚 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说哭苦哭忽 会不会说很辛苦 这是公主 要生要死 人生第一次失败 所以她就走到来跟我说 但她开场白那一刻 令到我很震惊 她问我 医生 我刚刚离婚了 老公突然离婚了 我被人抛弃了 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开心 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开心 我说 在这段感情里面你有多少付出 你喜不喜欢你先生 然后她就说 其实虽然结婚了 我不知道 不太觉得 那为什么你今天会过来呢 我的朋友也跟我说 你不如去看医生吧 说回她的离婚 也比较震惊一点 她跟先生两口致 没有小朋友 就住在一间 很大的屋里面 但奇的奇在 两个其实 真的是 床是 King size床 一个睡床头 一个睡床尾 大家都在旁边 做什么都不知道 那位先生就趁晚上 太太睡着了 就起床 找了一些搬运工的人 把全屋他自己的东西 全部搬走 一夜之间搬走 然后Josephine 一起床的时候 发觉没有了一个人 躺着的床仍然在 但其他所有家庭的摘物家 已经全部不在 好像拍戏 没有一间间屋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何要这样做 打电话找个先生 发觉电话都赶了 短时间之内找不到 一个星期之后 先生就再出现 约他在家附近的餐厅 说我受不了 我一定要离开 不要问我为什么 总而言之 我们分居足够的话 我们就离开 他说是否我做错了什么 是否我有什么不好 先生说我就是不明白你 我就是不要离开你 即是连先生都说不清楚 这是什么事 十年我都顶不住 我还有我的人生 我还有我的路要走 所以我决定离开